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沙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一起逛街 今次我想为大家介绍 就是位于大阪的千日前道具街 如果喜欢煮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我在影片介绍这条街里面 五种必买的手信 买回来自用或送给朋友,他们都会很开心 第一样最值得买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假食物 sample 通常很多人会买这些 放在餐厅的厨窗 仿真度非常高 因为它有很多细节 很多细节 除了买给餐厅之外 当然我介绍得是手信的话 就有这些锁匙扣 接着还有电话壳 你看看,很有趣 一个生蚝的锁匙扣 买给朋友,他们一定会很开心 很感谢你的 第二样介绍给大家买 就是日本的厨师刀 厨房里面怎可能少了一把锋利的刀 喜欢煮食的朋友就知道 全世界最出名买厨房用具的刀 只有两个国家 一是德国,二是日本 而价钱方面,日本刀是比较便宜的 加上他们的钢水 还有磨刀的角度 是看到它封不封利的 日本的制造刀 是有它自己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而它的历史也是由武士 用的长剑,铸刀的方法 是日本有一个很特别的手法 技术 当然,如果工匠打出来的刀 好像是自製造 即是量身订造 但就算是 mass production 他们的技术一点都不差 而且在这里 你除了可以找到大量不同刀的款式 另外的价钱一定比当地的百货公司便宜 所以在这里买厨师刀 但我提一提大家 这些尖的东西一定要check-in行李 你不要拿上飞机 否则过海关被人充公 那就浪费了心机和时间 第三样介绍给大家 就是一些轻身的tableware 或者kitchenware 什么叫轻身呢? 譬如箭桌布 杯箭等等 因为我在香港的Muji 其实那些桌布都是200多元 这里肯定不用 可能20多元 你已经找到一条很漂亮的桌布 还有很多款式给你选择 还有什么叫轻身的tableware 譬如筷子 筷子或者筷子托 都可以送给别人 别人收到都很开心 好事成商 通常人们吃饭都会 specify 我吃开这只筷子 我自己有这样的习惯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所以尤其是乘搭廉航去日本 分分钟每一磅都是钱 比那套碗快更贵 所以那些杯碟碟碟太重了 我就不建议在这里买 除非你真的看到一套心头好 觉得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或者很可愛 第四样介绍给大家在这里买 就是一些很特别的工具 比如说掌鱼烧 或者是做鱼饼 我们香港在街边买 十多二十元一块 就是那些鴿饼 可以塗链奶和花生酱 他们那些烧鱼饼 多数都是用红豆做馅 但我觉得 如果你买了回家 你可以试试不同的材料 甚至乎 我觉得放些菜 吃到爽爽 有一些烘干的鱼饼 都挺健康 而且挺好吃的 尤其是做给小朋友上学 都非常有趣 他胃口也会好些 长育肥些 健康些 第五个介绍 就是这些装饰是煮日本食物的 例如一些轻身 cutter 做一个帽子 将红萝卜 做了一条鱼 做了粒星 或者做了一个樱花形状 除了可以切些蔬菜 和生果之外 亦都可以用来做 Sushi 饭的形状 这些帽子未必在香港买到 所以很建议 大家来这裏 买这五样东西 给自己用 也好 送给朋友也好 也好 不如说一下怎样来 其实上次我去黑门市场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区域 同一个区域 像我这样 我在关西机场 搭南海线 直接去到南波站 去到南波站 看一个显示牌 就写着 Dang Dang Town 电子城 然后走出地铁站口 大约走两分钟 就看到这条街 如果你用我这个方法 去黑门市场 这个道具街 是必经之路 所以 如果你是有清单 想买些什么 基本上你半个小时 都走完 如果你很喜欢煮食 我建议你在这里 留久一点 因为真的太多选择了 所以 我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日本还有很多片未剪 大阪还有很多片未剪 其中一个就是 在关西机场附近 Winko Town 没有一个Premium Outlet 如果你还未去的话 留意着我未来的片 我有很多介绍 还有 在Premium Outlet附近 有一条吃街 就不要在outlet里面吃 你记得订阅 或者帮我分享这条片 好,谢谢 下次再聊 拜拜 好,谢谢